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Jay 今天继续来做一个盘路分析 今天呢QQQ继续延续上涨的趋势 然后来到一个大级别的一个压力位 这是一个日线级别的压力位 可以把它看成这是一个大的震荡 大的震荡区 然后呢这边是中轴 但是是一个区间 这是日内15分钟 也是震荡往上冲 然后刚刚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一根 往下杀的一个K线 有点像是那种机构或者大户 特意的往下砸 试一下看看市场的一个状况 往下砸 试一下看有什么反应 砸完以后 慢慢的又买上去 那好像这种情况 感觉暂时还是不会跌的下去 但是它涨到这个位置 而且涨到这个压力区间 也不可能说在这边开仓去做多 因为你的风险跟回报的比例是不对的 现在说的话 如果想做多 等回踩QQQ为例 等回踩465 这个位置 465 看看有没有机会 如果做空的话 两个 如果想做空的话 两个策略 第一个 就在现在这些位置 看5分钟级别 或者15分钟级别 转世 找风险低的地方 去做空 另外一个就等它上来这边 477 等它上来这边 把这些多军全部杀死 而不是空军 全部杀死 以后 出现 下跌 找风险低的位置 进场做空 现在看来呢 几乎这一段 在这一段 做空的人 基本上全部止损 大概率全部都止损 换句话说 现在应该很少空头 暂时很少空头 此仓在里面 好 这边 标普 SPY 反弹来到了前面 一个震荡区的动作 暂时在顶住 还没有能上得去 继续观察了 不知道它是什么情况 暂时还是跟 纳指说的 差不多 做空的话 应该 不要选择 做空它 它整一个形态 结构 还是很健康 如果说 只想搏它 回调那一下 回踩那一下 去做空 好像不太 make sense 因为你的风险比例 跟回报比例 不太对 如果想做多的话 还是可以考虑 它回踩 550 到552左右 然后再看一下 有没有好的 机会进场 做多 我自己个人 不会在这个位置 大长位 经常做多 还是会找一些 更好的 一个 一个 时机啊 还有位置 那如果 特别想 想做多的话 我还是 比较建议 看罗数 那有回踩的话 也是可以考虑 这个区间 210 到208 这个区间 可以考虑 那这边 如果 能再冲一波的话呢 它就是像这种吧 震荡上行 然后就 现在先要做 一个三角突破 先要看它 这个三角形 会变成怎么样 倒重视 那它跟 纳指 有点像 回调到一个 日线级别的 一个压力 同时也是中轴 不是一个 很大的压力位置 但是 还是需要 小心一下 小心一点 OK 比特币 这边 没有太大的 一个 一个看法 因为它 这个位置 做空做多 也不是一个 好的选择 还是观望 做空的 就是要 回来上面这边 才考虑做空 做多的 下面这个区间 下面这边 才会进场 黄金 也可以讲一下 今天新高 而且 在这个 维持 差不多一个月的 一个震荡区 今天终于突破 突破完以后 这边 两万六 就是一个目标价 有回调 不破 震荡区的上演 可以考虑一下 经常做多 应该 还有 还有一波 因为美元 预计会跌 因为要降息 预计会跌 但问题 要找到好的机会 经常才行 NVIDIA 终于突破了117 OK 那就看它 站不站得上去 站稳 站稳的话 那就还可以 看一下会不会 再冲一下 125之类的 如果 如果相反 它往下去的话 它可能又要回来了 109 110 左右 特斯拉 情况没有变了 靠近压力区间 压力区间 卖 回踩 就买 依然还是 这个策略 上下的 打差价 然后做一个 长一点的 一个持仓 OK 那今天要讲的 就这么多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优优独播